大家都好了 个人装备 食物 先这些名脚步感受历史成狼 淡蓝古道在花费四年奔走修复之下 去年底正式开放旅人体验古道寻根 也首次透过图像和文字 记录下这条台湾必走的朝圣之路 翻开不同章节清楚介绍人文历史 小镇故事和推荐路线手作步道等等 淡蓝古道北路一书找来多位步道推动者 亲身探查路线撰写精彩文章 一共历时十八个月 全国第一本淡蓝古道旅游书籍 就此诞生 或只是一条步道 更是封存了台湾拓荒室的时空胶囊 中央地方联手让淡蓝古道重现风华 也要请旅人用图纹更用双脚 展开一场远离日常的秘境旅程 记得欢迎订阅我们开心北市 才听到